对应的话我们在这下面是不是之前还在这里摆了一个容器吧 这个容器里面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内容啊 这里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容器里面去放置一些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 相当于我在这边的话可以给它动态的添加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啥呢 分析一下 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TextView 这个就是一个TextView TextView的话它上面的话可以放置一个JourgeTool 它可以就上面就是一个图片对吧 好那我们来创建一个工具类去动态的去生成这样的一个按钮 就说现在它这里是两个 那实际上我可以动态的添加三个四个都是可以的 那行我去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创建这样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的话来一个Tool的一个Utool吧 给一个class叫做一个Toolbar的一个Utool 好这个Utool里面的话我就可以PublicVid有一个方法 好这个方法的话就可以干嘛呀 它可以去Grate 它可以去Grate一个Toolbar 它可以去创建一个Toolbar Toolbar是啥意思啊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容器里面去给它装东西 那么容器的话先要传进来容器是一个信心不举对吧 Countiner 好其实就是要往这个Countiner里面去A的这个View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空的盒子吧 对应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IkToot的一个main里面是不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容器啊 对吧 好接下来我就要去用它 那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把它给关掉 对应在这里我就要把这个传进来 传进来 那也就是啥意思啊 我在这个地方去用它 对应的话来到我的mainIkToot 来到这里哈 这里WayPager是有了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底部的按钮还没有 那我就去用一个Tool Tool Toolbar的一个Utool 等于去用一下它 等于6一个Toolbar的一个Utool 对应的话我就要去调用它里面的方法 Create 围着这个Toolbar 我把这个容器传进去 好这个容器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M的一个main的一个button 传进来对吧 好传到这里面来 它走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就是要往它里面 去添加一个一个的孩子就可以了 开始已经分析了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textview 可以解决吧 好我要往这里面 添加一个一个的textview 那行 好我这个东西 我还需要把它给 相当于把它给搞出来吧 在这个地方 我再去给它创建一个 对应的话 在layout里面去创建一个layout 右键去创建一个layout 对应的话 这个叫inflat 一个下面的一个bottom 这个叫这个bottom 或者叫一个toolbar 我看一下这个叫啥 这个叫一个toolbar button toolbar的一个bottom 就它 接下来我就要去玩上演它 开始分析了 我要去把它用打气筒打出来 那这某个东西是一个啥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textview 对吧 把它改成textview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textview的话 它有一个文本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 把它改成一个绘画 随便写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里就有了对吧 它这个比较小一点 有一个绘画 对应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grady的话也把它改成一个center 它的话就去中了 1比1 它就是这样了 高度的话把它改成一个bottom content就可以了 它在这个地方 对应我们给它一个drop的一个top 现在它上面有一个按钮吧 它这个按钮的话就是一个 对应的话要给它一个snicker 比如说我们首先随便来给它一个按钮吧 好那这个按钮是 它是一个啥呀 它是一个这样的图标 我们这些图标还没有 把它给拿过来 对应的素材里面有这些 对应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图标对吧 Country C 它对应的话把它放到我们的 名古的一个hdpi里面 OK 好这个是alright 好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去拿到它的 看一下 它有一个icon的一个什么c型对吧 好就是这么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个效果了 对吧 好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不是这么简单 它这个的话 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切换的 切换的时候有一个按下去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图标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状态的 那么这个图标的话 是一个普通的图标 好对应的话 我们最好给它一个snicker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创建一下这个snicker 对应的话 对应的话我把这块折叠一下 那其实就是啥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图标是啥 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他 这个是他 我们对应是 我们的图标是啥 一个信芬 还有一个联系人 那么我们的话就是一个他 和一个他对吧 还有的话就是一个他和他 好这四个图标的话 我对应把它移一下位置 他和他 好对应的话 我把它放到我们的 创建一个文件夹吧 我在这里去放进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叫 drableHDPI 这样OK 我把这几个图标的话 给它放过来 这个还有这个 这四个图标 我把它移到 好这个里面来 好为什么需要移到这个里面来 是这样的 我接着我要去用这个插件 就要去生成这个selectory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看是不可以用这个selectory 这个插件了 对吧 现在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插件 那我接着去生成一下 这个selectory 一下就生成好了 我这两个selectory 一下就写好了 对吧 这个selectory就写好了 好这个时候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插件 你必须这个名字的话 你必须是要跟这个状态的名字 要一致 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preced的话 它有个状态叫preced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一个preced more long的话 你就要把它改成这个long 就这个后序名 这个后面这一块 你不能随便写 这么一个情况 你必须要和它这里面有的状态值 相对应起来 对吧 好在这边就已经好了 看似没啥问题 我们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好这里还要去修改一下它 好这个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默认效果是吧 那我这个可以不要 对应应该把它放到下面来 好对应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叫一个选中时候的状态 是那个t的 选中的时候让它变成一个t 这个是按下的时候变成一个t 对吧 好这个是选中的时候变成一个t 这个是默认情况 好对应再改一下它 它这个long 把它给移下来 再给它复制一个 对应把它改成一个 选中的效果 好这样我们就ok了 那接着再去来到我们这个inflat里面 我们的这个布局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你就要去用这个drable下面的 它有几个对吧 一个叫icon的一个message 好这个就是一个snactor 这个地方引用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生成的名字叫他对吧 或者我们把这个名字给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snactor 他的他 这个名字也给他改一下 这个叫一个snactor 他 好这样就知道它是一个snactor 对吧 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个snactor的message 随便给一个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inflat的bottom的button 就ok了 接着去往上我们的工具方法 好那这里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个textview tv等于这个view.inflat 对应是这个view.inflat 它对应需要一个上下文 好这个上下文的话 我们一个可以通过这个外名传进来对吧 好但是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布局之后的话 你要去得到一个上下文 那是很简单的 你直接拿到这个布局去get一个context就可以了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上下文 好对应的话它需要这个布局 那就是r.layout.a 这个导错了 r.layout下面的一个对应 就是我们inflat的一个troll button 对吧 好对应的话 它是那你就把它改进口 好这样就ok了 好对应我们稍微的去前转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一个textview 对吧 前转没有任何问题 好再回来 好这样之后的话我们就要 你看一下 这样之后的话我们就差不多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它只添加了一个东西吧 好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现在它有没有效果 运行起来 现在它只有一个 button 好运行起来看一下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效果 好登录 它有了吧 这个会话有在这里了吧 对吧 这么一个情况 好但是我们的话是想的啥呀 应该是给它动态的 添加几个对吧 它现在只有一个 好 要通添加几个 那到底是添加几个 显然我们这里是添加两个 那行 那你对应的话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方法 在哪里调用 Ctrl 系维加机 在这里调用对吧 好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还要去 去溺一些东西出来对吧 好 比如说第一个你要去溜出来的 那就是文字的内容 比如说文字的内容 好文字内容 其实它有两个内容吧 对应的话 那我们搞一个叫做一个 这个叫啥 描述吧 或者叫一个notes 这个叫描述就可以了哈 这个取一个名字 给它取一个叫叫做一个ture 一个叫绘画 另外一个叫联系人 就这两个东西对吧 对这个图标的话 我们也去把它定义出来吧 对应的话 把这个图标也给它定义出来 因为我们要去修改它的一个图标 那我看一下这样子可不可以了哈 那我看一下这样子可不可以了哈 好 代表了这个图标告诉它 或者这个图标内容 图标内容 它对应的话 就是一个inter输标 也就是这个 icon area就可以了哈 对应的话 把这个放进来 那就是r2.drable 下面snactor 下面message 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绘画 对吧 绘画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session 哈 它这个叫啥呀 叫一个message message 是消息 它对应的话 是drable 下面还有一个 是snactor 下面的一个 它叫一个self-info 它这个self-info 它其实是一个啥 它其实是个临系人 对吧 这个取得名字有点不太好 好 来到我们的 mainact里面 哈 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好 这个第一个的话是绘画 绘画的话 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图标 没啥问题 这个看这边也可以哈 我们这个图标是没问题哈 但是它名字有点不太好 就这样吧 好 这个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给它传进来 传到这里面来 我就可以去动态的修改它了 对吧 好 传到这里面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修改这个方法的清零 好 再进到这个方法里面来 具体传进几个孩子的话 我就根据它来就可以了 进行一下for循环 好 它的一个lens对吧 好 那就是传进几个孩子 也就是说我要去听家几次 我要听家两次 好 这个就ok了 对应的话 这个内容的话 要去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设置 这个文本 文本内容的话 也就是这个里面的 对应的话 你把这个i ok了 这就是文本 那图标应该设置啥呢 那图标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很重要哈 我们的话 是去设置相对于是干嘛 动态修改 这里写一下注释吧 动态修改 txt view里面的drable 叫做一个啥 来看一下 这个叫一个drable的一个tob 对吧 回来 要动态修改它这里面的属性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代码 它的话这个方法比较复杂 叫做一个come home的一个drable 那你要选一个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你看它这里很多哈 选一个哪一个呢 选一个 选一个 选一个是int字的 我看一下有一个是int字的吧 好 选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 致运的id 好 选这个就可以了 它有左上右下 那左边我们没有图片 而上边的话就有图片了 那就是ik error对应的一个i 右边的话也没有图片 这个bottom也没有图片 这个就可以去设置它了 好这样之后就ok了 好 这次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它就可以去给我们创建两个button了 好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登录 你看这里就有两个了吧 是不是 对应我们是不是还要多处理啊 是不是这个位置要去改变它呀 你觉得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是不是它们应该是平分屏幕吧 平分屏幕或者叫均分 均分我们会想到哪个属性 layout weight 对吧 好那行 我们再去处理一下这个layout weight 属性就可以了 那就在添加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给它 放着这个palmers进来 对吧 palmers进来 好对呢 你去创建一下这个palmers 好它是一个信性布局里面 信性布局里面的layout palmers 好在这地方的话你去留一下它 六一个layout palmers 选择这个信性布局下面的 好对应它需要一个宽度和高度 要使用这个layout palmers的话 它需要一个YDES 我看一下去把这两个创建出来吧 宽度和高度 好这里的话去创建一个局部的一个变量 这里再创建一个局部的变量 在高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layout palmers里面的一个 诶 打包打错了 信性布局layout palmers 这个layout palmers里面的啥呀 是不是match就可以了 match parent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要用vid的话 我们这个宽度应该给多少 宽度应该给多少 是不是应该给0啊 对吧 给0就可以了 好对应我再给设置它的wait属性 设置wait属性 好对应的话我去设置下它的一个wait 好wait的话就是等于这个1就可以了 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运行起来看一下 它是怎样的 好等度一下 诶 均分了吧 对吧 好我们这个效果的话 啊 差不多太多 但是我们match的情况它没有什么选中效果 对吧 那么这个选中效果怎么去弄呢 那就比较简单了 再给它一个方法 public ovid 可以叫做一个70几个color 像选中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那选中哪一个颜色 那对应的话 你把这个polation传给我吧 这个polation你告诉我 它对应的话我们要去做的事情的话 去搞一个盒子 把这个textview存起来 保存 保存 txtview到集合中 好我们来创建一个盒子 那就在这个地方去创建一下 briway的list 对应的话去放入我们的textview 好 那就是也就是m的一个textview 是吧 等于new一个array的一个list 好 这里的话是一个textview 好 这样就ok了 我们每new一次的时候 我就把它给存起来 add一下它 tv 存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要清几color的时候 我一按了 首先是 还原 所有的颜色 我首先做一个还原 那我做一个forE 就可以还原了 对吧 那第一个是textview类型 tv 对应的话就是mtextview 那我是不是可以tv 去sade 对应的 把它改成一个force 就可以了 snake td 改成那个force snake td 改成那个force 是啥意思啊 它对应的话 它就没有被选中了 对吧 那对应的 哪一个应该被选中的效果呢 那就是单情的poration 那就是我拿着这个盒子 去gate一下这个单情的poration 去sade snake td 等于这个true 你看 我通过这个sade snake td 通过这个东西 相当于是 这里是一个啥 就是相当于写下 通过设置snake td 属性 控制 为选中 效果 你看 先看一下效果有没有 那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去 在这个地方 设置一个默认选 设置 就是默认选中 规则 规划吧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效果 对应的话 是这个tourbar里面 有这个方法 tourbarutu 里面有一个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效果 先给大家看效果 哈 对于一个轻据conor poration的话 就是零 也就是选中 第一个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效果 先哈 看一下是不是被选中了 那这个效果是怎么实现的 你看 你看 我主要就是用了哪个属性 这样的snateed的属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哈 你看 在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啥 因为我之前配置这个snateed的时候 我对应把它给整个行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 对应我再去打开一下 这个叫tour的一个 你看 我是不是在这里给它多加了一个什么属性 是不是有一个啥 snateed的处 也就是啥意思 就是说这个button 如果它的snateed 等于true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显示这个图片了 对不对 显示这个图片 你看 显示 显示这个选中的一个图片 对吧 那我只需要在这边 给它设置这个snateed等于true 那最后的话 它是不是会显示这个图片了 那这个图片是我想要的 所以说我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属性 去控制它的一个显示 在这边的话 就可以去完成这个显示了吧 你看 现在我这个也是动态的生成了吧 我穿进三个四个都可以吧 对吧 好 这么一个情况 好 先停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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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